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说卧底啊 告过密 告诉过身边最好朋友 像涅干弩这样一些人写汇报材料 当然我呀 同意王老师这观点 就说这个事情在事实有确凿的这个证据之前 还不好说 这就是完全真实 但是啊 这种事情我们知道是有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时你们的心里是怎么想 就比如说最好的哥们朋友喝酒聊天 私下里谈话说什么都行啊 但是他把你逐条逐条汇报到组织上去 这个东西你心里就 或者说又有了一天你也给关到牛棚关监狱里去了 被审讯的时候也要你说 你说扎建英 你们哪天在哪吃饭聊天的时候 你们谈过些什么 你心里没有这种挣扎吗 我倒是听那个吴斌 他是吴祖光的外孙女吧 不是不是 外孙女 就是他的 他的大歹是吧 是吴祖光 大舅 大舅 这也是胡罗梦 说乱道了 反正他就是说因为他比较熟悉这几位老人 他就是说其实他们互相之间有一种默契 都知道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之下 可能不得不做一些事情 甚至聂甘弩从监狱里出来以后 其实可能心知肚明 比如他那几首诗只是给了这些朋友看过 那怎么一到那一进去 人家就问他这几首诗 肯定是这几个朋友搞的 但是他仍然跟这几个朋友出来以后 仍然附诗往来喝酒 就是说互相都知道 假如有一天如果打开 聂甘弩的档案 说不定聂甘弩也告过 或者汇报过 或者揭发过 吴祖光 不是吴祖光了 是那个谁 告他的那个人 黄苗子 这都难说 所以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要理解在那样一个非常的 极度政治化的年代 我们这些就是所谓群众斗群众 这些都是从犯 或者你就说他是一个罪的话 其实应该追踪到这个制度 不是他的意思我看这个张一和发表的南方周末上的文章 他的意思感觉当年的这个过底告密就可以分两类 一类是被迫 是已经进去了 那么被逼着交代一些朋友的往事 但是另一类呢感觉就是说呢 自己做做还坐上瘾了 然后把这个当成一种自己进步 甚至很投入 就好像分成这两类 我不知道当时你们这个心理上是怎么 这个我呀 我要说的稍微长一点 你但是你们随时可以打断 插出去 我主意很大 我还会把他拉回来接着说 欢迎您的报告 不是我报告 不是我报告 王部长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子 刚才说了 一个是敌我矛盾 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 敌我矛盾人民内部 这是一个政治的说法 这并不是一个道德的说法 比如说对待敌人 有没有道德可言 我觉得对待敌人 仍然有道德可言 敌人我们能不能给他随便栽 他没有的事我们给他栽 能不能 是不是 还有一个 优待佛罗 为什么我们说要 这个对佛罗不应该打骂 不应该这个肉体折磨 这是 这几乎是全人类都有共识的东西 所以这是不能够用这个政治的东西 取代道德 甚至也不能够用政治的东西 取代法律 你该犯的是什么罪 就是什么罪 你不能说因为你是敌我矛盾 相比 说最后化成人民内部矛盾了 你犯的同样的罪 都是偷三千块钱 说无罪释放 那你叫什么事了 那我问您 但是这是一个经验 这个经验并不是一上来就来的 当时认为说能分敌我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因为斯大林是只承认敌我矛盾 他只讲阶级斗争 到了毛主席这儿 他就讲敌我矛盾 又讲人民内部矛盾 分开了两位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你还不光是敌我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你要知道革命的那种 总的这个形式 当时的口号叫什么 叫把一切献给党 是不是 你把一切献给党 你知道一点情况 你就不能献吗 连自己的隐私 朋友交情都要献给党 我把自己的日记都交出去 我把自己的没有 没有发表的小说都交出去 作家里头有好几个人 其中包括张璇 写那个爱情遗忘的角落 他最后本来订阅派没有他的事 他刚发表的一篇小说 就被 就当时就反省 他没事把他自个 一个写的一个中篇 是不是 他给交了 自己密告自己 哎呦 这个就是 忏悔到灵魂深处了 就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而叫狠斗私自一闪念 就是你心里边 刚有一点对党不忠的思念 你都得狠斗他呀 我这年轻点的 我就不明白了 你把一切包括自己的这个活思想 隐私献给党 党要这个干什么呢 因为你能够得到党的教育 得到党的理解 然后能够得到党的最正确的这个一个判断 当时是确实是这样想的呀 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到了文革当中 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文革当中一看他乱套了呀 是不是 你整我的是捧我的全满蛋 没错没错 这一锅端啊 被告密者 被告密者最后全一锅端 最后全一锅端啊 这有关系 我再举个例子和告密不完全有关系啊 这个我我看那个那个比较长的文章啊 这个聂干弩他这有些旧诗啊 写的可真好 嗯我也觉得 他写的他就像一个锥子 是他能扎到你心里的去 而这个聂干弩的诗里头 到我现在一说起来 我都激动了就这两句 他叫什么 文章信口雌黄义 很容易 你写文章 你写什么 很容易 你批判谁也 思想 追心 坦白难 哎呀 我的这个思想就像一个锥子一样 我怎么坦白 是不是啊 我是拥护革命 我是维护革命 是不是啊 我是反讲反这个国民政府的 是不是啊 你让我怎么坦白 你让我怎么交代 哎呀 就这就这两句诗 字字千金 我从来没见过聂干弩先生 但是我知道胡乔木 关心他 帮助他 这是事实 那个报告文学里头 也讲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事实 嗯 但是有一条 我不知道 他们知道 不知道 但是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 我阅读过人民日报上的聂干弩 批判胡锋的文章 当年他不是说他跟胡锋一个 但是在批判胡锋的时候 他也是被动员了吧 被教育了吧 哎 他写的批判胡锋的文章 而且写的非常损 因为他是文人 哎 他写这个 这个 他写那个意思 我原文我现在找不到了 就是说胡锋的那套主观 论主观呢 嗯 哎 就像 就像一个 啊 神汉一样 在那是 是是是 是做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吓神的那个 跳大神 跳大神的 类似这么一个 他也信口死黄 对 我再举例子 因为我 当时并不是会员 但是我被通知参加批判 叮咛 陈启霞的大会 嗯 在这个批判的会上 我听过巴金的发言 我听过曹宇的发言 我听过老舍的发言 我听过矛盾的发言 我听过徐广廷的发言 而且我本人也有发言 哎 你说这些事你要离开那个历史的条件 哎 但是呢 每个人仍然有自己的个性 哎 人有自己的 你觉得你们那个时候这个发言 他是伪心的话呢 还是他觉得是真正这么想的 这就是 这又是徐子东教授 他提出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 很有价值的一个观点 他说信服信服 在那个时期啊 信和服 它是高度结合的 第一 你是真服 你不服你 服了 服了 真服了 第二是真相信 第二他真信 你是又信又服 哎呀 对 你瞧 他这坐徐老师位置上 就老惦记徐老师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最近的这些事啊 要照俗话说呀 就是给文化老人脱裤子 您知道吗 包括前一阵说这个文怀沙 以前到底是90岁还是100岁 是不是张太炎的学生 以前是不是因为骂江青进去的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事都接出来 包括咱们说的所谓黄淼子冯一代 卧底告密这一类的事 那么我看这个有些人 比如张一和的文章啊 他实际有一种态度 你刚才也点到 就是说对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我们大家都是泥沙俱下了 可是问题呢 你比如他举例子 他说有一个叫戴昊的 可能也告密过聂干努 但是戴昊曾经跟他说呢 说聂干努放出来的时候 他说我亲自去接 这从监狱把他接出来 接回北京 一路上我把当年说过他什么 全都跟他说了 那么这是一类 包括巴金晚年不也忏悔吗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但是也有一类人 到现在他当年告密了 可是呢 他写的文章当中 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 什么坦白之意 那么您觉得对这种心态该怎么看 这个我也说不好了 但是我就说这里头 我还想这些事 即使是在一个大的潮流当中 在一个大的热情激荡的 这么一个政治运动当中 在又信又福祉中 每个人的个性还是不一样 哦 对这个有意思 比如说我就永远难忘的 就是老舍的批判丁臣的发言 老舍批判丁臣的发言呢 他内容他都是按照这个运动的调子 就是说大家批判的那个调子 但是他坚持一条 就是一定要说您 哦 这老舍 说丁臣同志 您的思想是反动的 还有您 陈明同志 您的行动是不符合党的利益的 我觉得这个人 这就是萨特那个观点 你说你没有自由吗 你没有选择的可能吗 我就是这样 你让我说他是敌人 可以 你们都说他是敌人 这事不归我管 我可以说他是敌人 你让我说骂 你不行 对 挺生的一个人 怎么能够说您 不说您呢 君子革命派 原来那个加拿大拍的 那个教英语的 有人叫Follow me Follow me 咱们就学英语 自学都看这个 Follow me 就是在伦敦 警察抓着一个小偷 把小偷带走 说this way 小偷啪 这样 然后马上警察明白 this way please 小偷就跟着走 你刚见面 你刚见面 你给我下令 你枪毙我 我都不去 你枪毙 你必须说please 这可以 我现在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老舍这种北京人 是不是 哪怕我要执行枪决你呢 现在我该牵毙你了 这有意思 就是他其实也可能也是又信又福 但是他还是坚持保留了自己的某些个性 某些你说底线 你以为那不告密是底线 他认为这个不能随便讲对别人说你 不能随便直直话话 不能侮辱别人 对对对 但是所以是不是跟这个有关这个老舍自杀 就是说这个红卫林哲乳 那又是另外一个 还有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问题 可能不能展开它了 今天就是我们说这个信福 这是一批人又信又福 我们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传统可以理解并且尊重忠诚的反对派 就是说我信但是我不服 对 我可以给你提意见 但是我是忠诚的 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当年一系列的 你得反过来说 都被枪毙了 我服 但是我不信 因为现在 也可以 权力在你的手里 行政权力我必须服 我老举例子 我说交通警 站住 那你得站住 你心里是吗 这王八蛋 那你也得站住 但是我不信你 我就认为你根本对我的处罚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也不想跟你我在这捣乱我走不了 交一百交一百 现在我看也有一种分析就认为这个反右文革的时候这么搞啊 人人互相这么告密 说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就是道德败坏 人家说包括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 那么追根呢 说追到那个 那个时候老婆都告老公 是吧 那么就那意思把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沦长 但是这对于历史来说 像您说的这种老婆告老公的事 还是太太短暂了 这种这个历史 另外有的是因为他们俩关系不好 这样的事我也知道 公保私仇 但是公保私仇 也有这样 有好多或者下级告上级 原来他就觉得这领导太坏 不公正等等 可是到时候呢 他不说这件事 他说的是冠冕堂皇的 我也听说过 就有的时候这个老婆实际上 因为以前老公找过别的女人 怀恨在先 借着这个时候 或者包括你说我听说那文怀沙 当年是怎么揭发那个叫吴祖光 就是说他就是西门庆 就是玩戏子 说的是他娶了新凤霞 实际上据说文怀沙这个老先生 自己就是很色迷迷的 一直他就是很多什么 还有后来李辉说出来 他也后来也猥亵很多女性 他是很好色的 可是他不说这件事 他把他上纲到了一个 就革命的一个大批判的立场上 这个文怀沙的问题 我倒是觉得 我们不必特别注意 他对异性的关系上 因为这个呢 这个就是国家有法律了 如果他有强奸 如果有对未成年少女的 不适当的行为 我相信呢 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漏掉的 而且他这方面 他也吃过亏 他这个有时候我也叹息 叹息什么 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社会 对文化的判断力 有待提高 你比如像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就不应该是由社会来讨论的 说他是不是大师 那是 是不是啊 这个你媒体说他是 他就是了 那媒体说的不是 他就不是了 李先生说的是 他就是了 王先生说的不是 他就不是了 有时候我甚至于在这个时候 我会想起什么来呢 就是说我们的包括这些 就是执牛而者 包括有一定的权力 有一定的地位 有一定的影响的这批人 这批人呢 你有没有足够的文化判断力 如果你没有足够文化判断力呢 你会发生两种情况 一个是你打击了不应该打击的人 是吧 他有些创造性 有些探索 结果你这不应该打击 你把人家给他压下去了 还有一种情况 你捧了那个根本不应该捧的人 甚至于我呀 我这话一说有点像那个物有之乡了 我就想如果毛主席在 如果胡乔木在 像文老这样的 他根本的他闹不上来 哪是这个成个事 就是说他有一定的文化判断力 就是你是真东西假东西 好东西坏东西 你说处词 我在武汉看过一个诗碑 是毛泽东当年在 就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时候 教的作业全部小凯他抄下来的 可是现在的我们有些执牛耳的人 他对处词很可能就不如毛泽东那么熟悉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看到一个老头年龄很大 没错 又有胡子 一百岁的还能够讲几句文言文 结果就以为这才是学问可了的了 是不是 现在真是捡起块砖头都能砸一大事 强强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我有时候也想啊 就像一些这个宝经苍苍一辈子 九十岁年过九旬这些文化老人 又中国过去有个成语叫寿则多辱啊 就是说得到老的好 讲得好 当然了 你尤其是在某种啊 这个历史的进程之中 这个历史啊并不是那么细心的 我曾经说过两句话谈到历史 这都是我在小说小说家言 一个我说面对历史啊 要能战利 能不战利 能打哆嗦 不是战利 都哆嗦 战利 为什么能战利呢 因为历史上有的有过很严峻的 或者很刺心的这样的经验 面对面对这个东西 你得敢于看到 有过一些沉重的记录 有过一些你事后想起来非常难过的事情 但同时要能补占利是什么意思呢 你又不能意气用事 你不能感情用事 然后干脆全骂一顿 是不是 那叫什么事 这历史它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它是有阶段的 有过程的 你需要很理性的判断 而且你不能够用2010年 或者2009年的观点 回个头来去分析19 195几年 196几年的事情 你完全是那样的话 那就是 但是您说的我很同意 但是这些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后代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理性的能力 因为我们那么多的历史冤案 死了那么多的人 这些就是说冤魂到现在在空中飘荡 他们的后代不能心安 这是一个感情的东西 而且中国的传统道路里确实有这种 就是说要复仇 好人有好报 恶人必将要有恶报 十年报仇君子不晚 不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他还是要有正义你知道 您觉得呢 您觉得这个怎么办 我其实很同意您前面说的那个观点 我呀 我现在我倾向于 我认为呀 一个是需要在中国提倡一种 面对的这种精神 对 这个英语呀 我是小学生了 这个英美人是不是他爱说这个话 就Let's face it 对 你必须 face 你必须 face 都不说这么小的事 小事大事 走向2010 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有时候恒惑让你不去 face 对 我们喜欢就是含蓄 回避 受住会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要面对 对